變美的方式 從儀器 臉部筋膜到底是什麼 今天好好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是我們臉上一個很特別的構造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你最常看到這一種是皮膚 這個皮膚又分成表皮跟真皮 這個叫皮下脂肪 你最常看到的就是上半部這樣而已 但是呢 你會發現在這10年開始有些圖他改了 中間多了一個紅紅這個這個叫筋膜 筋膜下面又多了一層東西 告訴我們的臉 他有兩層的脂肪 被一層這個紅色這個筋膜所隔開 他就是我們常常說的Smart 他是我們臉部演化過程的時候 特別發展出來一個東西 他是1976年 Mizz跟Paronine 他們發表出來的一個研究 這Smart 他是第三層 就是我們的Smart 這個Smart他有的地方 他是一層比較厚的結地組織 有的地方 他有融合的一部分的表情的肌肉 他本身是一個可以滑動的 一個組織 有了這個Smart可以滑動 你才可以在臉上做一些表情 也因為你的Smart為了要滑動方便 所以他的表面是皮下脂肪 他的身面是所謂的深層脂肪墊 那他這個筋膜才可以很順利 在那邊滑來滑去滑來滑去 可是問題來了 他本來在演化的過程中 是為了讓你可以做表情 做這個滑動的這些動作 可是你每天滑啊滑 表情做啊做啊 久了就變成你的紋路就出來 他就吹了 所以Smart很重要 為什麼他在你年輕的時候 他是為了協助你做表情用的 可是到了老化的時候 他變成了是一個松弛跟下垂的關鍵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 他不斷不斷的把Smart這個詞刮在嘴邊 事實上是因為他在結構上 他有這麼重要的一個功能 相反的 我們要把一個人變年輕 當然大家第一件事想到就是 那你要去動Smart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做的一個影片 我們臉分三層 第一層就是皮膚跟皮下脂肪 第二層就是這個中間這一層筋膜 第三層就是深層的脂肪墊跟筋膜式 絕對不是只有一層臉皮貼在骨頭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我們臉上的筋膜 他其實從我們的額頭到眼睛周圍 到我們的中臉下臉脖子 都有這一層筋膜 這一層筋膜他簡稱叫做Smart 好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只要動到筋膜一定特別有效 可是事實上這裡面又有陷阱 比如說只有剪一塊皮封起來 他當然不是真正的拉皮手術 那筋膜就在這個筋膜上面 我就剪一塊把它封起來 這樣就拉上去了 其實這個也不是真正的拉皮手術 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效果不好 因為我們的臉上有一些韌帶 這個叫眼光固定韌帶 這個叫做全弓韌帶 這裡還有一個小肌前韌帶 這裡還有一個下汗韌帶 這些韌帶他就是用來抓住 我們臉上的這些組織 讓他固定在我們的骨頭上 可是時間久了這些韌帶 他的力量也沒有那麼強 所以你的臉才開始有這些下垂的現象 今天你如果只是簡單的在這邊 剪一塊筋膜這樣把它縫起來 沒有真正的去修復這些老化的韌帶 效果當然是不理想的 所以有沒有跨韌帶很重要 有沒有真正的去把筋膜做收緊的處理 他當然就很重要 我們知道拉線還有效 可是拉線跟手術拉皮 最大最大差別是什麼 一個客人他今天願意做拉皮手術 目的就是要更強效 而且重點是要更持久 所以重點來了 如果今天像這樣子 他只是在筋膜上面縫拉縫拉縫 就是這樣縫拉縫拉縫 他只是單純的在筋膜上面縫幾針 然後收縮在一起 你也會覺得做完他有沒有效 有效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 他維持的時間就是短短的那幾年 他絕對不可能維持8到10年以上 因為真正的筋膜拉皮 絕對不是只有簡單的切一塊 然後縫起來 當然也不是像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去縫啊縫這樣子 真正的筋膜拉皮 我們一定要做的徹底 我們在做的時候 必須要把這些原本已經老化 已經有問題的這個韌帶 我們要從筋膜 筋膜的下面 把這些韌帶重新做一個修復 把整個筋膜 真正做一個明顯的 整個上底 絕對不是剪一塊縫起來 那如果你今天要追求長效 你只在筋膜上面縫幾針 他的效果一定不會長效 效果要長效 你得要把你的筋膜 真的要整個往上提 這樣就是最新的東西了嗎 當然不是 在1976年之後 大家開始注意到筋膜的存在 在這10年 大家發現筋膜的下面 深層脂肪點跟筋膜式 記不記得我在影片一開始說 筋膜是為了你做表情 要滑動 所以他的表面有一層脂肪 深層還有另外一層 深層脂肪點 他才可以在兩層脂肪之間 滑來滑去的 一個人老化 絕對不是只有某一層在老化 所以完整的回存 完整的治療 不是只有處理皮 也不是只有處理筋膜 你還得注意到筋膜下深層的組織 這就是我們不斷在強調 要做三層 很多醫師 他會說 我的線有拉到筋膜 真的是這樣嗎 筋膜用線可以這樣子拉嗎 事實上筋膜上面 他有很多重要的組織 OK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你一天到晚 想要臉部筋膜 臉部筋膜 可是事實上很多人 都不知道什麼叫臉部筋膜 甚至很多告訴你 我們這台儀器可以打到筋膜 我們的線可以做到筋膜 我們做的是筋膜拉皮 可是事實上他們做的根本不是真正的筋膜 因為剪皮不是真正的拉皮 真正的筋膜手術 也不是簡單的剪一下筋膜縫起來 也不是在筋膜上面縫幾針 真正我們認為最有效的筋膜拉皮 應該要做跨韌帶 深層次 然後現在更新的是 連筋膜下的組織 你都要做一個復衛的動作 這樣效果才是最好的 OK 沒效才是最鬼 想做就要找專業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也歡迎大家 你可以在LINE 或者是微信上面RENEW CLINIC 可以連絡我們 也可以在微博 Youtube 臉書 有問題的話 我們線上的客戶都會協助回答 如果你覺得我們影片不錯 把它轉給你的朋友 跟我們說 然後我會把我的一本著作的電子檔會寄給你們 叫做維整聖經 這本書雖然主要是談論維整寫 可是裡面講了很多 臉部解剖構造 給你一些正確的知識 我相信對大家在追求美的過程中 知道怎麼樣對自己才是比較好的 因為有太多的話術 有太多商業的東西 我們給大家講的都是真正的證據醫學 今天就到這裡囉 拜拜 大家看完今天的節目 相信對大家一定是很有幫助的 那請大家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Youtube的頻道 而且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直接加入我們的Line 或者是WeChat 代碼是Renew Clinic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非常不錯 歡迎你把我們的節目分享給你的朋友 分享給你朋友之後 跟我們的小編說 他會把我的這一本著作 維整聖經 會用電子檔的方式寄給你 那也歡迎你們跟我們有更多的互動 拜拜囉 謝謝 變美的方式從